十五 中國經營報 五至長手談六十億元融資同情旅遊堅定國內上市 2015年7月27日之在公司 十四方大同在拿到旅遊業界最大單不融資六十億元人民幣之後短短數日 7月20日 同情旅遊信速敦 史上最大紅包大規模促銷活動 將在今年暑期狂發一億個紅包 一人一千塊 從一元門票升級到千億紅包 同情旅遊CEO 五至長表示 希望通過促銷鞏固同情在景點門票和周邊自在有業務的絕對優勢地位 同時把產品線拉長 快速完成在國內遊 出境遊和遊輪遊等領域的佈局和佔委 對於外界關心的商業項務晚達進入後與同情的合作 吳志祥表示 黃建林希望在線上平臺 線下渠道和旅遊目的第三者形成三位一體的旅遊 而同情將扮演線上平臺的重要角色 與萬達旅遊及萬達遠線推進 吳志祥領域的深度合作 將萬達線下流量導入同情線上來 詳解與萬達合作7月3日 同情旅遊宣布 萬達文化集團攜手騰信產業共贏資本 中信產業資本等戰略投資同情旅遊 總投資額超過60億元 其中 萬達投資35.8億元 成為同情旅遊第一大股東 這時國內在線旅遊企業押金獲得的單不最大投資 同情旅遊成立於2004年 是國內領先的優閒旅遊在線服務商 此前已有過多倫億元級融資 騰訊 葵程等互聯網大佬都市同情背後的股東 2014年2月 同情旅遊獲得騰訊 博育 圓和三家機構5億元投資 2014年4月28日 葵程旅行網宣布戰略投資同情旅遊 涉及金額超過2億美元 此輪投資過後 萬達成為同情第一大股東 葵程 騰訊和同情團隊仍然佔有較大股份 萬達成的股份最多 但是它們委託部分投票權給我們 在投票權上我們團隊仍然是最大的 資本也會理解 在線旅遊中團隊的重要性 必須能夠保持團隊主導權 同情有今天的行業地位 是整個團隊過去十多年努力的結果 五字場透露 進一步的稀釋之後 同情管理團隊持股約在百分之二十左右 為列第二大股東 回過頭來看 同情和萬達的合作頗有點緣分的意外劇情 五字場說 此前它們一直在和投資機構接觸 有一天 住在萬達酒店 突然就蒙生了與萬達談談的想法 後來最關鍵的一次溝通 同情團隊和王健臨了了三個小時 大家發現了共同的興奮點 於是就敲定了這次投資 對於正在謀求向文化旅遊轉型的萬達集團來說 這是首次投資旅遊互聯網公司 但卻是彌補其旅遊 至關重要的一環 此前萬達已經在大手北部局文化旅遊項目 目前萬達開業和在建的超大型文化旅遊項目超過十二個 計劃五年內再投資八個同類項目 預計2020年入園旅遊人次在兩億左右 此外 萬達還在全國跑馬圈地 目前已併購十二家旅行社 希望通過對線下資源的掌控成為國內規模最大的旅行社 也許未來你在萬達影院看完一部西雙板納風情的大片 就可以馬上訂購一條西雙板納旅遊線路 甚至以後每一個萬達廣場都可能有一家同情旅遊體驗店 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在簽約儀式上說 通過投資同情旅遊 萬達旅遊產業將形成線上平台 線下渠道和大型旅遊目的地三為一體的格局 憑借同情旅遊帶來的移動互聯網入口 萬達旅業強大的線下旅行社 文化旅遊項目以及萬達酒店 萬達廣場、萬達院線、萬達影業等資源能被協同整合進來 並且打通與這些設施相關的文化、娛樂、消費、商務等服務 從而形成一個完整的旅遊平台 再不至長看來 與萬達合作 對同情也帶有好處 萬達不僅提供了龐大的流量 其線下擁有的旅遊資源也對同情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同情旅遊將會與萬達旅業各旅行社 萬達國文化旅遊城 萬達線下商業資源展開更全面的優先性合作 與萬達共同開創旅遊的互聯網加新模式 六十億怎麼花 接下來的仗很難打 我們有充分思想準備 所以這一輪才拿這麼多錢 誤字長說 同情在景點和周邊郵領域會通過內容 信息化 資本的方式構建進入壁壘 這也是同情旅遊敢於將蓄銷戰從一元門票升級到千億紅包的底戲 在7月20日的發布會上 同情旅遊CEO 五字場現場宣布 暑期將發出一億個紅包 一人一千塊 在過去 憑借創新的一元門票 同情旅遊成功轉型移動互聯網 我五字場的說法是搶到移動互聯網的最後一張船票 五字場介紹 經歷了大半年的摸索 同情旅遊的一元門票活動逐漸形成了一整套相對成熟的商業模式 五字場將其概括為四方共贏 即同情 景點 遊客和合作商家都能從這個活動中受益 其中 同情 景點和合作商家按一定的比例分擔活動支出 與此前緊在景區門票領域的一元門票不同 同情旅遊此次發出的紅包不僅涵蓋了出境遊 遊輪 景點門票 周邊遊 機票 火車票 汽車票 酒店等旅遊產品 而且還包含了電影票 周邊玩樂等本地化休閒產品 使用範圍幾乎囊括了同情旅遊企下的全線產品 五字場算了者摸一筆帳 目前整個在線旅遊行業獲得一個門票用戶的成本在10至20元之間 而獲得出境遊用戶的成本在500元左右 如能通過紅包的方式成功引導門票 以及周邊遊用戶使用其他業務線產品 將大大提高同情的效率 從現場簽署戰略合作協議的合作方來看 有來自致名旅遊景區、旅遊局、傳媒機構 致名快銷品企業等領域的數十個單位確認與同情旅遊聯合發紅包 其中既有滴滴打車、高德地圖等線上 同樣生活服務平臺 也有嘩嘩嘩 統一 但是到底先去哪裏? 這個問題很值得我們投入 你能夠根據消費者過去的消費記錄 給消費者做一對一的推薦 就能激發他的需求 明確國內上市在拿到融資的同時 同情旅遊明確了在A股上市的目標 同情旅遊CEO 五指長在級員工的一封內部公開信旅說 本輪融資完成後 公司估值將超過130億元人民幣 所有投資人都支持同情獨立發展 獨立IPO 在線旅遊Lucha中 葵程 去哪兒 藝龍 桃牛已經相繼在海外上市 同情為什麽令Pick是經 選擇國內市場 對此 吳智祥表示 衡量之下A股對同情來港市比較好的一個資本平臺 因為用戶主要在國內,可以跟投資者重合 這是我們選擇A股的首要原因 另外,美國已經有四家 葵程、桃牛、去哪兒、藝龍 但是中國現在沒有純粹的在線旅遊企業 同情有希望成為第一家在國內上市的奧場企業 在周邊休閒遊市場 同情已經確定了行業內第一的位置 艾瑞諮詢中國在線旅遊度假行業研究報告顯示 2014年度 中國在線旅遊周邊有市場規模為110.7億元 同情旅遊佔15.8%為居第一 對於競爭激烈的在線旅遊行業 吳智祥認為 在線旅遊將會越來越吹同 當去哪兒用平臺化挑戰攜程的時候 一開始攜程狠吃力 可視攜程一年就反應過來了 所以攜程平臺化 去哪兒也用一年反應過來 所以去哪兒又出發了 所以這兩家越來越像 當塗牛說我做高客單的 同情旅遊無出息只能做低客單的 他一邊這用說一邊把火車飄 飛機、酒店都想了 而我們碎客單價不重要 貧道重要 我們也把郵輪造成第一 出境遊也快速追平 大家的思路都是透明的 最後的打法一定是看行業的佈局能力 有多高的行業視野 能不能最短時間集全公司之力 最快地把戰略目標實現 我覺得這是挑戰 在曼達和騰訊投資同情之後 同情的未來也有了更大的想像空間 我們相當於獲得了騰訊旅遊的獨家入口 在移動互聯網時代 微信的流量下果不太於 P.C.時代的百度阿拉丁 五字長表示 在線上 同情有了騰訊的微信和首Q流量入口 而曼達則可以提供龐大的線下流量 對於雙方依然都有很大的想像空間